請主任秘書 好 那我們正式開會 先請主任秘書 報告出席人數 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14人 已達法定人數 好 現在正式開會 進行報告事項 請先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十屆第四會期內政委員會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一百一十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十四分至九十八分 地點紅樓二零二會議事 出席委員完美會等十四人主席邱文顯示 報告四項請委員參與 選舉四項選舉第十屆第四會期本會召集委員二人 一當場推舉卻委員顯示 擔任本次會議主席二 第十屆第四會期本會召集委員 經各黨團同意 以推選方式行之 各黨團推選同意書以送達本會 主席宣告 推選五委員其名林委員為周圍本院第十屆第四會期本會召集委員上會 宣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上次的會議議事錄有錯誤或遺落 沒有 好那沒有錯誤跟遺落那就確定 那現在進行討論四項請先讀 本日議程討論四項 一審查時代力量黨團擬據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十五條條文修論查案案 二審查委員萬美林等二三人擬據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100條條文修論查案案 三審查委員劉壯豪等17人擬據 國籍法第十條條文修論查案案 宣讀完畢 好首先介紹內襲官員及在場的委員 內政部我們政務次長花俊勤 花次長 各位委員長 好大家鼓掌一下 再來就是民政司司長李清源 再來就是護政司司長林清啟 法務部參事 法務部參事郭其勇 司法院民事廳法官劉宥清 中央選舉委員會法政處處長賴景光 好那再來我們出席委員我們的王美慧王委員 林維洲林委員 羅美玲羅委員 湯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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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慧媛 好 那本日議程所提列的討論事項合併的刑打 好 那請提案的委員說明提案的要指 沒有 我們就請內政部報告 沒來 沒有 好 那就請我們內政部我們的發進請次長來做報告 主題 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大家早 今天貴委員會開會審查大院時代力量黨團所提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5條條文修正草案 還有萬委員美玲所提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100條條文修正草案 以及劉委員趙豪所提國基法第10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部應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 僅將本部意見說明如下 進行委員參考 第一有關時代力量黨團所提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15條 萬美玲委員等23人所提總統選舉罷免法100條的修正草案 有時代力量黨團萬美玲委員分別提案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 查查檢查機關用語 將最高法院檢查署修正為最高檢查署 地方法院檢查署改稱為地方檢查署 系配合107年5月23號修正公布的法院組織法第114條之二 各級檢查機關明顯去法院化之規定所做一致性的修正本部競表贊同 有關劉趙豪委員等17人所提的國籍法第10條修正 有關提案刪除規劃者不得擔任盟帳委員會委員長委員之限制規定 鑑於盟帳委員會組織法已經在106年12月13號公布廢紙 本部也擬據了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刪除第10條第一項第7款盟帳委員會副委員長委員等文字 經行政院110年5月4號審查通過在案 委員提案與本部修法草案內容一致 淨表支持以上報告進行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其他單位報告請委員自行參與並刊登公報 那現在我們進行尋檔委員執行前 原力做幾點的宣告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本會委員5分鐘 必要時得延長2分鐘 非本會委員3分鐘 必要時得延長2分鐘 上午10點30分截止發言登記 臨時提案截止 提出的時間11點以刑檔完畢再來做處理 那現在我們登記 我們第一就是我們羅美玲羅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有請花次長 請花次長 請花次長 羅元早 次長早安 次長 我們營建署呢 在這個109年3月28號的時候 就已經公布了這個民間參與 社會住宅新辦的這個說明嘛 那據本席所知道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 營建署並沒有收到任何一件地案 那想請教一下 花次這裡是出了什麼問題 看起來民間企業對於這個 社會住宅呢 還在踩這個觀望的態度 而且讓人覺得說好像是鼓足不前 請問這個次長這哪裡出了問題 跟委員報告 當然 民間如果能夠新辦社會住宅 那當然對我們推動社宅政策 是一大的幫助 但是當然就現實面的考量 因為民間如果從土地的取得到 社宅新建 那以現在我們對於社宅的租金的 收取的標準的角度而言 確實 即使我們在租稅優惠上給予一些協助 是 仍然不足以達到民間 應該期待要有的一些報酬率啦 所以實務上來講 我們反而會期待透過 例如說包租代管 或者是租運專法的角度 其實如果民間能夠新辦 非社會住宅的出租住宅 能從這個部分來開始啟動民間 來參與出租市場的這個專業化的發展 我覺得這會是比較務實 和在現階段市場可行性比較高的一些做法 那當然我們還是持續的在滾動檢討 怎麼樣讓民間的一些資源 住宅資源 能夠參與到社宅這個體系來 所以市長您對於這個民間參與興建部分 其實你本身也是不樂觀 所以我前幾天我有聽到你在講 就是跟媒體在說 我們可能會有第三條路嘛 那這第三條路可不可以 詳細的說明一下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方式 基本上我們現在已經在你抱怨計畫了 那大致上的方向是要讓這幾年來 從去年開始疫情就開始 那連續兩年其實很多的旅館業者 他們真的經營得很辛苦 那展望未來的一兩年兩三年 可能特別是國際的或者是國內的商務旅行 其實都會不多 所以會有相當多的旅館業會經營不下去 那而且很多的旅館是位在區位非常良好的精華地區 市長的意思是說鼓勵這些業者參與包租代管的意思嗎 我們就希望他們直接來跟政府合作 我們希望透過用政府直接興建 但是實質上是他們的資產 大家一起來合作的方式 來把它轉軌為社會住宅 那可能度過個三年或五年 讓他們在這段時間還是有一個穩定的收益 那我們基本上已經跟一些工會做過第一輪的溝通 其實大家是非常期待 所以已經跟旅館工會這邊來做過溝通了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idea 因為我們也看到說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旅館真的是很多都已經支撐不下去了 那國家如果這時候適度的伸出援手 對他們來講的話是有很大的幫助 這部分謝謝市長 那再來還有一點就是說 像之前我有看過一份報道 因為台灣的人口結構是逐漸的老化 那再加上少子化 那我們跟日本會越來越像 那我知道說日本的長期有 長期有一個長青春 那是走向 它是屬於比較像是合作住宅的方式 那台灣未來有沒有可能也走向這個 合作住宅這個方向來走 有沒有可能 其實銀法友善社區 它是一個model 合作住宅也是一種model 那當然合作住宅可以做銀法友善社區 但是其實社會住宅也可以做銀法友善社區 可是我們目前所走的社會住宅 並還沒有走向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合作住宅跟這個弱勢等等 它是無關的 然後它針對這個老長輩這個族群 來做的一個合作住宅 那可能納入了長召 納入了醫療等等 除了實住之外 它可能還納入了其他的這個功能 那台灣這個走向老化的這個社會 那台灣是不是也應該來考慮 這個合作住宅的方向 其實跟法友善住宅這樣一個政策方向 它內涵 這兩年兩三年來我們部裡面跟很多相關的產業 都一直有在溝通討論規劃 那我們現階段也有一個公辦都更案 租都中心做的公辦都更案 其實它未來要蓋出來的就是銀法出租住宅 所以會納入這相關的功能嗎 當然是當然是 醫療 床召都會納入 其實我們那一棟要蓋的公辦都跟旁邊 剛好是跟台北市政府的連在一起 所以旁邊就是台北市的住宅型床召機構 那我們一棟是銀法社區 因為它的功能基本上還是不一樣 一個是健康老人一個是 未來我們針對這些銀法出 我們會不會在挑選地點的時候 就會看一下它周遭的這個機能 也是會吧也是會有這個選擇 這樣會比較好 最好旁邊也會有一些 例如說醫療機構 交通便利等等的條件 是有必要的 那市長有時間關係 那像我們南投中信新村 有很多老舊的這個宿舍 像這些老舊的宿舍 有沒有可能走向像長崎長青村這個模式 有沒有可能 其實中信新村其實是台灣最棒的一個住宅的大環境 那確實它的很多房舍真的是老舊 那目前是國發會在主管整個園區 我們其實有討論和思考過了 但是還沒有把它的實質內涵的定位想的 掌握得很完整 因為它涉及到的議題確實比較複雜 但是我們會願意再朝這個方向來多思考 如果委員支持 我想如果國發會也支持 我們站在協助的立場 我們會願意一起來規劃看看 對這部分的話 因為過去我已經很長期在思考 中信新村老舊宿舍的問題 我在想說看到日本長青村的這個模式 再加上我們現在又在老年化 又在推這所謂的社會住宅 那我覺得中信新村如果朝向合作 住宅這方式走 我覺得這部分可能對台灣 目前的人口結構來講 應該是有一些幫助的 這部分就麻煩我們這邊內政部來做一個思考 好 謝謝次長 謝謝委員 好 謝謝我們邏委員 再來我們就邱顯次 好 邱委員 主席我想請花次長 請花次長 請花次長 市長 委員長 市長今天想要跟你討論 這個不動產持有稅積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 現在一般正常交易價格 跟公告地價 跟公告土地限制的差異還是很大 尤其是公告地價的部分 大概是差差不多20%左右 從2016年18年2020年 所以公告地價長期被低估了這個問題 那我想請教 就是說 因為 地價稅的 稅基的計算 依照 土地稅法第15條 跟平均利潤條約第15條的規定 那次長應該很清楚 就是說 他主要 地方政府在 重新規定 地價的程序的時候 主要還是以土地買賣價格 跟收益價格為重要依據嗎 這沒有問題 那次長還有其他的 這個 稅基計算的依據嗎 基本上 稅基的依據其實就是 這個條文 平均利潤條約第15條的規定 是 這沒有問題嘛 所以 就這部分的話 因為租稅是法定主義 那 我們看一下就是公告地價 平定的考量因素 依照內政部的這個函 現在這個 基本上就是 是 應該是一般來講 是常常在使用的嘛 那 他說 這個參考 土地限制表 前次 公告地價 地方財政需要 這個是重點 地方財政需要 跟社會經濟狀況 跟民眾 地價稅負擔能力等因素 辦理平定 那次長同意 這一個做法嗎 這個基本上就是 國際上對於財產稅 特別是不論財產稅 這個稅基定定的一個基本的原則架構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說 現在內政部通用也是這樣嗎 是 好 那我現在問題來了 我是要請教次長 地方財政需要 這兩點 這個是地方財政需要 這個是民眾負擔能力的因素 到底是稅基還是稅率 的考量因素 其實當然都有 當然都有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說 第二題啦 你可以看到 平均紀元條例 我剛剛跟次長講 就是說平均紀元條例 土地稅法 相關的法律 有沒有授權行政機關 在評定公告地價的時候 可以考量到地方財政 跟民眾負擔能力的因素 你可以看到 這條文 你覺得嗎 包吻 其實當然法律 定的四大架構 當然他的執法 當然是定部 他定他的系的原則 系的規定 對 所以我剛剛的回答就是說 那四大原則 其實是國際上 大家在定定財產稅 稅基的時候 的一個共同的基準 那次長 我跟你講 這個租稅法定主義 大法官四字六零七號解釋 其實講得非常清楚 不管是租稅的主體課題 稅基稅率 這一些租稅的構成要件 要以法律明定之嘛 對 啊 現在的問題是說 15條它並沒有規定啊 那15條的規定 主要剛剛問次長 也是說土地買賣價格 跟收益價格嘛 那你這個函 事實上超過了他的這個 平均權條例15條非常多耶 那就這個部分 是不是應該要去檢討 我不反對委員的意見齁 如果說這樣的一個原則 從執法提升到母法 我覺得是有 可以討論的空間 是 而且民眾負擔能力 你因為這個民眾負擔能力 所以把這個稅基的評定 的因素考量進來 到底 這是不是一個合理 這是值得討論嘛 是 是 是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說 因為法 看起來 並沒有授予這個行政機關 這麼大的一個權限 然後在諸稅法定主義之下 這個應該要去檢討說 到底 這個 這個函的事法性到底如何嘛 是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次長 就是說 自辦勢力重劃這問題很多嘛 那他有沒有消極資格的限制 理事 理事長之類的 這個部分過去一開始的規定沒有 後來我們有修訂相關的規則 已經有一些限制了 那我跟你講一個恐怖的故事 就是最近 他這一個 所謂的十三星 這個新的自辦 台中市 新的自辦勢力重劃 這個 市長 市長應該知道嘛 湯明厚 他是一個台中市政府本地的測量課長啊 那他在退休兩年前就參與這個勢力重劃 那跟他的 這個執掌的業務是相厲害衝突的 後來 那個退休之後又參與了這個計畫 然後甚至擔任理事長 那也曾經被 法院 判處這個偽造文書 2009年的時候6個月有期徒刑 那在 這個勢力重劃的時候 違反公務員服務法22條之一 也被判處 兩個月 那有判刑 然後 2020年12月的時候 這個 這個法院判決定驗 就是說 這個決議是 無效的嘛 結果 9月18號的時候 又再度選出 他是 這個重畫會的理事長 市長 你覺得 這有辦法接受嗎 法院 這個最新的這個狀況 我確實沒有掌握到 回去了解一下 那如果說 呃 再需要做一些檢討 我們會積極的來處理 好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從2006年 他在擔任公務員的時候 對 就已經參與了嘛 後 後來 民事行事行政訴訟 這個 台灣的訴訟全包了 然後公務員懲戒也包了 搞了老半天之後 耗費了這麼多的 司法的資源 然後呢 就是說 其實他的公正性 基本上也受到質疑的時候 9月18號 又再選到他 當這個理事長 那我要說的 不是說這個個案 而是說在通案上面 這個機制 是不是應該要對 這些理監事 這些理事長 去定消極資格 法院確實沒有錯啦 我個人也真的覺得 製辦重劃是一個 蠻多問題的一個制度啊 對啊 所以現在就是說 要怎麼去檢討 譬如說其他的 法制度上面 你看 不管是公司法 有限合法 合法 或者是說像內政部主管的這個 租認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裡面 其實都有針對他的發起人 董事監事 甚至是 經理人或業務人員 都有排黑的條款 這個我們對 在製辦事例重劃的這些負責的人 我們也已經有相關的規定了啦 但是可能 沒有 這樣還不夠 所以你這個是不夠的嘛 你自己聽這個故事 你也覺得毛骨悚然嘛 是 那是不是說 你譬如說 有組織犯罪的歐頭的 或者是 換詐欺背信 那懲戒 辦理 勢力重劃事項而犯罪的 他這個很明顯嘛 他灌人頭 然後呢 你看這個 一個16平方公尺的土地 登記給296人共有 然後已經被 法院判決定驗了嘛 是 那他透過這個勢力重劃 然後去犯罪 然後 後來現在他又回來 擔任這個理事長的時候 這些人要如何 能夠信賴他 對啊 那所以大家 是沒有辦法去信賴說 這個重劃的 這個制度 如果是這樣的話 能夠有一個 基本的信賴感 跟公正性嘛 沒錯 因為重劃 確實涉及到 龐大的土地的利益 所以我們更應該 高 高規格的監督 對 所以就是說 希望次長 能夠去規劃就是 獎勵土地所有權能 辦理勢力 重劃這個辦法 這個內政部就可以 處理了嘛 是 那針對這個重劃會的幾件事 是不是 有一個消極資格 好 我們會檢討 因為這個 重劃會的理事會 市長應該很清楚 他的這個權力 大到嚇死人啊 然後甚至說 他們的執掌裡面 其實 為什麼要去 國家要去加強限制 因為他可能 有部分 都是在行使 國家的高權 是 這基本上是有一個 類中收的這個 作用嘛 應該已經就是說 不管是什麼查定 我們不一定要 都比照到徵收 但是他確實執行的 相當的權力 是啊 那這個會涉及到 這一些 這個土地所有權能 或者是這些 少數的 這一個 這個 共有人的權利 是 好 好 謝謝委員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邱顯赤委員 好 那處長回座 好 再來請我們莊瑞雄委員 謝謝 謝謝主席 請我們內政部 發次 我們發次長 請發次長 廖委員長 廖長 廖長 我前面前 我要請到處長 你會這樣看人家打哪球 我一開始打 我這張是公球 我這張有演奏 有 漂亮 你厲害 我其實不是要問你棒球 我是要問你籃球 我看台灣的 紫蘭聯盟的一個誕生 讓我們很多球迷 都非常的一個興奮 尤其是籃球 對我們台灣來講的話 我看是大多 最多人接觸的一個運動 也孕育了很多的一個 優秀的一個運動員 那在國際上 其實他也拿到 蠻好的一個成績 但是呢 這個身材的一個劣勢 這個一直是我們台灣隊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十幾年來 然後各國差不多都在吸引這些 外籍優秀的運動人員來入籍 當然就是所謂的洋將規劃的一個問題 這一些其實在提升一個國家的 國家隊的一個競爭力來講的話 這個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我看我們台灣在2013年 也史上第一位透過規劃程序來加入 台灣國家隊的規劃的一個洋將 戴維斯 那一年 他就帶領了台灣隊在亞錦賽 打敗了菲律賓跟中國隊 這我不知道市長你知道嗎 台灣的籃球 我們要這樣在國際上 要戰爭中國 跟福利賓 那很不簡單的事情 當然當然 那是很不簡單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 要說的是說那個規劃的一個洋將 對一個國家隊的一個戰力的一個提升 這是有很大的一個洋將 那我看這幾年 藍協 那個 跟體育署這邊的一直在喊說 要去找下一個規劃的一個洋將 那當然我們最主要是 我們國內好多的一個球迷 也都非常的一個期待 可是呢 新聞都 衝衝了 雷聲大 雨點就很小 都沒有下文 那變成很多的球迷 我看他們也都是感到非常的一個失望 那但是呢 以目前來看我們國家隊的一個常客 常常都是這個正值巔峰的這一些好手 可是因為沒有一個適合的一個規劃的一個洋將 所以我們在國際上這些成績 就差那麼一點 所以是不是 這個市長 你如果說你那些教育的一個比賽 我們去看幾年前 我們就因為我們的台灣隊 所以還可以去打贏日本 就是說都有教會去培養 跟規劃政策之下 我們這整個國際賽的一個實力 也可以提升 那我本席今天為什麼特別來問這個問題 我去看到藍協發了一個新聞稿 他說表示已經去鎖定了規劃的一個球員 但是呢 在這個教育部跟體育署的協助之下 取得專業的一個認證 希望11月 這個國際賽這個整個開打前 可以完成這個程序 但是他要留一個違規 他要說那個問題 很像出地亂來的政策 我拿次長 你是不是你這個部分能說明一下 報告員其實這就是國際法的一個規定 我們對於高專人才入規劃 他當然會有三年和五到五年的一個居住 事實的一個前提 那這就是卡住 現在我們對於藍協的這個 要找好腳來做我們的國手 當然啦 對 對 但是問題你嘗嘗 這樣你要怎麼處理 我要問你就是 你現在我們現在 用高專人才規劃 國際法三條 你說要183天連線要住五檔 那這個很明顯就不符合 這很困難的嘛 大家都知道 你第二行你說特殊的工薰的規劃 就是蘇薰規劃 國際法第六條 你現在就是說 要有蘇薰於中華民國 雖然不具備第三條 但是這個 要申請規劃 你在頭前他有很好的生意出來 這兩行 我給你看看有時候 如果這樣 如果都不符合的時候 今年十一月我看又很困難了 報告員其實我們有積極的在溝通 就某種程度上 放寬 那個高專人才的這個規劃的門檻 應該是值得討論的一個話題 那現在 你現在說話題而已 我是要叫你解決的問題 我已經開始在討論 我們條文其實也都準備了 現在也在跟很多委員在溝通當中 那因為 籃球隊就是這一個案子 這個個案確實是眼前很迫切的一個個案 但是因為有一些委員 另外擔憂的可能是 這個門要放多寬 要針對性的還是一般通案性的放寬 因為如果通案性的放寬 高專人才都沒有居住的這個期間的限制 會不會引發出另外一些國家安全 或者是人才定位上的一些考量 大家也會有些擔憂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溝通 我是人類 行政部門有這個多方面向的一個思考 是一件本來就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呢 你們也應該可以擁有對這一些要特殊專長的 在各個領域裡面 你們覺得這個國家覺得對這裡有需要的 其實賦予你們各行政部門更大的一個權限 國會願意啊 了解 其實這個籃球人這個 我們跟教育部其實本來就一直在討論當中 是卡在哪裡 是卡在淋還是卡在體育室啦 沒有人 外國也說淋 說淋給人卡關 現在是 你到時多衰 你說不是淋 你到時都怪淋 要用高專還是要用蘇勳嗎 像戴維斯他是用蘇勳的方式嘛 就進來了 你看那個戴維斯在一進來以後 我們戰力提升 然後他又對台灣那種認同 你看我輸到 還帶我們那些孩子 還帶他到美國 像這種對我們國家 對台灣的一個認同的 你看就代表說 當年那個決策是非常好的啊 我們當年那個一個 一個法令的一個規定 這個蘇勳的讓他可以進來 那是代表說 我們後面這裡要怎麼 讓這個問題 又稍微看有彈性 你再開得比較開的 讓特殊專長的人可以進來 我們樂觀其成啦 那政部在這個事情底下 是樂觀其成 現在就是說 個案跟通案之間那個分寸哪裡 我們要想太好使 時間一定會盡量把握 11月這個時間 可以解決啦 我盡量拚看看好不好 拚看看啦 因為我覺得這不是只有籃籃啦 也不是只有女籃啦 甚至足球啦 甚至於你到其他的一個領域裡面 我們常常會碰到 我們國家繼續這樣的 我們覺得這樣一些珍貴的人才 來 進來對於我們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所以我是覺得 優秀的這一個 體育人才規劃申請 碰到的這些瓶頸喔 最困難喔 希望說這次長這裡 跟市長這裡 你們都來行的啦 問題剛才你們都知道啦 是 剛好 碰到真的也時間緊迫啦 立法院這邊我們也會提出修法啦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 這個不管是體育署 不管教育部 還是我們內政部 我們一起來 把這件事情把它解決掉 可以嗎 好我們努力 努力啦 謝謝委員 謝謝 好謝謝我們莊惠雄委員 我們 內政部我們次長 趕快去推動 因為這些對全民都是好的 好謝謝 主席我好來 好 好謝謝我們莊惠雄委員 好再來我們張煌惠委員 來請次長 請我們次長 何仁長 欸次長 這個啊 call me lighting 這個已經也快兩年了啦 我們內政部啊 在這個 這個 全責裡面 我們主要是負責 那當然我們從 呃 消防的部分的 載運 救護車還有警察 警政人員 例如 來協巡啊 或者是做一些疫調的資源 還有我們民政司 在整個疫調 或者是通知等等 其實我們動員的總能力 可能不亞於 衛福部的系統 對齁 你剛剛有講到齁 這個疫調的部分 疫調的部分 那 疫調的部分 在地方政府 到底是 民政單位還是衛生單位在主政 衛生單位當然還是衛生單位在主政 我們是站在協助的角度 是 是 確實是這樣 但是 在 這一波 五月的時候 其實 這個 地方 他也沒有辦法負擔這麼多 那我們的民政單位呢 很多人搞不清楚 覺得好像也是這個 護政單位也要負責很多的責任 我是想說 就像我們上次 我舉個例子 就像秘魯祖孫那個 那疫調 那其實 那時候就在講 台中或是屏東 要去做 我是在想 其實 我們是不是要跟衛福部 去一個溝通協調 在這個疫調的部分 我們民政單位 負責哪一塊 然後互相怎麼去協調 我覺得應該把它定一個比較明確的 這樣子 如果 我們不希望有這種事情發生 但是如果 有的話 不會像上次這樣子 很亂 你覺得有沒有這個必要 當然 按理說 經過了兩年 他們應該有 都本來就有一定程度的分工 那如果說有些地方 還不夠細緻完整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回去再 盡快來檢討 我覺得要 這個不用在這邊講細節 但我覺得要 另外一個 因為這個COVID-19 我相信 有很多建築業者 在講防疫宅 我不知道 次長 你對這個防疫宅的概念 你認不認同 我不是很清楚 他的定義是什麼 我跟你講 次長 如果你都不清楚的話 這樣問題就是 我今天要請教你的問題 很多業者就打這個防疫宅 然後要開始賣房子 我相信你去找一定有這個資料 但防疫宅的規定是什麼 沒有吧 這本來就是可能是業者行銷的一些說詞 就像什麼二代宅 都是他們自己定義的一個說法 沒錯 他們自己定義的 但我消費者不知道啊 對不對 我了解 我消費者不知道啊 那我們的內政部 你的私行細則 你的什麼的話 你有沒有說 要去看 要去規範一下 這也是 這又可能是未來的趨勢 我可以了解 大概他們的指的應該是 針對智慧建築底下 他有一些智慧的 智慧建築的構畫設計 那可能對於還有一些 規劃通風啊 排水啊等等 他們有一些 那他把它包裝成一個叫做防疫宅 就像什麼耐震宅 二代宅 都一樣 那當然部分 這部分如果他們有超過 有超過的論述的部分 這個我們會去 趕快去注意 去做必要的一些處理 我覺得這個齁 市長 我們要必須要做一些 檢要的規範或什麼的 你的建築技術規則裡面有沒有什麼 我覺得 站在保護 我們消費者的立場上 我覺得要可能要去訂一些什麼 不然 他就不應該用這個防疫宅 沒錯沒錯 來賣嘛 他搞不好一瓶又多了一兩萬塊 他如果講的太誇張 可能跟傳染病防治法的一些規定 他都會有一些誤導的一些 違規的一些內容在裡面 對 所以我認為這個可能會有很多人 用這個方式開始來賣 如果賣得好的話 但是我們沒有規範 那我的消費者也不知道 謝謝委員提醒 這樣消費者會很吃虧 瞭解 我們馬上回去儘快的把這個事情 對外都做一些說明 好 謝謝 市長 謝謝委員 另外 我們的新版租約範本 已經上那一年多了 你這個私行的成效如何 不然租約範本當然是引導鼓勵民間使用 那當然我至少說在我們社會住宅 不管直接興建或包住貸管 大概都會用這樣一個版本 那民間的部分的使用比率 現階段確實比較缺乏調查的一些數據 我跟市長你說一下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政策 那我也覺得要值得去推廣 要去做 可是市長你知道嗎 我們的地政司 在這個租賓條例專區中查詢的宣導狀況 他的網頁停留在 109年9月1號新智上路那一天而已 從來沒有更改 從來沒有去做任何宣導 你覺得地政司這樣對嗎 我想這樣當然是不夠積極 我趕快我回去立刻要求他們 立刻把新的訊息再做更新 因為我要怎麼講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新版 很多人還不知道喔 那很多人的權利就等於都不知道 對房東房客來講都是不好的事情 那我們的地政司 既然是這樣子還停留在那一天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我認為是應該要檢討一下 是 謝謝委員 這個麻煩次長你回去 監督一下 更快的 更積極的 好 好 謝謝 好 感謝我們轉航路委員 好 那再來 我們吳怡丁 我們吳委員 主席謝謝 我等一下要等喝完咖啡才能走 好 請次長 請我們政治 華市長 市長 市長長 我們辦公室其實我相信在場 很多委員辦公室都有接到澄清 就是我們現在因為COVID-19的原因 那其實大家人員盡量的少流動 那有些人因為隔離期間根本 根本假期都不夠了 所以就不回家了 很多海外的 在台灣外面的都自己 大概是從去年疫情爆發開始就回不來了 那我們知道我們的法是規定了 出境兩年以上 因為簽出登記 那如果他沒有簽出登記的話 我們護政 護政事務所這邊是得進行為之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現在的作業流程是怎麼樣 是你們主動去跟移民署 要這個入出境的資料 還是移民署主動跟你們通報 它的流程大概是怎麼樣 那我報告移民署會定期通報 我們護政機關 定期大概是多定期 每天 每天 就每天 所以他們其實有系統定期的 告訴你說這些 所以那你們一收到就是 就是也不是得 就是你們也就是直接為之了嗎 還是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會轉到護政事務所 然後原則上當然大家就會 依這個SOP來操作嘛 OK 好 那我們知道其實 我們知道啦 因為內政部之前也是有 發出一個新聞稿 讓大家知道說你的權益是不會受損的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回復的 但是我們知道 以一個在海外剛回來的人來說 你一來啦 你可能是放假回來 你的假期也沒幾天 二來防疫的原因 我們其實不希望這些人到處走動 太常的到處走動 那我們知道他們其實要跑的地方許多 有健保 有勞保 有稅務 那還有護政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勞健保還有稅務這些東西 是由護政事務所你們去通知他們 這個人被除擊了 他們才開始動作 還是說移民署直接通知他們呢 市長說一下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們護手只是按照規定 就是把它辦理簽出 但其他的健保的或是勞保的 他們是各自一直這樣去處理 所以是因為你們簽出之後 他們才動作嘛對不對 對應該是這樣的一個處理 這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 我知道這個如果修法的話 也是很複雜 因為兩年到底是長還是短 到底要更長還是更短 其實很難講 可是我們可以看一下數字 其實從106年107年 我們可以看到說 自然流量大概是4萬上下 千出國外 可是109到110年 我們可以看到109大概就多了快2萬人 那110年到8月底 其實已經多了快5萬人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想像 這些比較是因為疫情影響 超出來的 而不是自然的流出 那我們希望啦 其實因為這樣子他們 跑在各個公家單位 也是會造成公家單位的一定的負擔 我們希望這邊是不是 內政部這邊 因為畢竟簽出是你們trigger那個開始的 你們是不是可以稍微整合一下 這些人如果回來 我們知道他們權益不會受損 如果把這些事情都辦完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做一個線上的 因為其實查都知道都有嘛 你線上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說OK 我可能簡單的填幾個表格 那我就不用再跑這些所有的地方了 不需要說有些要郵寄 有些要親自跑 那我覺得是造成民眾 也造成我們的基層公務人員的負擔 方委員其實現在都可以線上來做申請 都登記 我的意思是說一個地方 就是不要說 對我知道 其實您的建議其實算是 真的是蠻親民蠻貼心的一個做法 我們回去演議看看怎麼樣來用 就是你們可能要跟其他部會溝通一下 因為牽扯到健保跟佛稅嘛 就是我們希望民眾可以有一個讚 他只要說OK他知道回來 他只要去一個地方 把簡單的資料填寫好說 我確定要回復我的那個戶籍 這樣就好了 其實他就不用再跑了 那接下來 這個其實很簡單 就是要麻煩你們跟各部會 這個我們再跟各單位一起討論一下 看怎麼樣用比較更便明的做法來處理 那另外一個是替代意的問題 我們知道其實替代意一直都是在塞車 那我們在那個疫情期間又更是塞車的更嚴重 其實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建議 就是我們知道很多替代意 他可能是在那個護監事務所 或者是我們的公家單位外面看停車場 那我覺得會有我們可以想 我知道因為你們其實有增加名額的壓力 所以才會想出這些工作來 我們是不是在疫情期間 他們是不是可以幫忙做疫調 那這也可以是考慮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我真正想要建議的是說 我們是不是在一個地方 你可以有公告 你現在到底有多少人在等替代意 然後到底有多少空缺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現在到八月底 有兩千兩百多人還在服役 那你一踢也大概就一千兩百多人 現在因為減半的關係 所以一踢一千二 本來是一踢兩千二 對 那我們知道我們問到的 這不是公開諮詢 就是說你現在等待被徵召的 有大概七千多人 其實我建議這些數字 你在某一個地方公開出來 因為他可以轉換嘛 他本來選替代意 可是他覺得說看塞車這麼嚴重 他會考慮去一般 因為一般意那邊比較快 我覺得這個也會給你們 減少你們的壓力 你們可能就沒有這麼多壓力 說一直要開缺出來 那資訊透明總是好的 讓大家覺得說 其實倒不是後面的缺不夠 而是前面訓練的容訓量的不夠 因為他要先去受訓 受訓完才會到各單位去服務 所以是容訓量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現在減半 那特別是五月到七月 是不接新訓的 因為疫情比較嚴重 所以現在是卡到五月和七月這段時間 因為沒有招收新的訓練學員 那卡住了 沒關係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他卡住的每一個時間點 都會有他卡住不同的原因 也有卡住不同的點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公佈說 現在在等徵招的有多少人 然後你現在每一批大概是多少人 然後多久會有一批 讓這些在等的人了解 他的選擇是什麼 他可能就說 那我去一般意義就好了 我就不等替代理了 會 這個部分我們本來就會 如果沒有做到 因為我們再回去再了解一下 會把它做得更好 因為其實現在藝男本來就可以選擇 他要提前或者是延後 對 等等 現在都是 很簡單 這個數字公開之後 讓大家比較有選擇的依據 謝謝 謝謝委員提醒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謝謝我們吳怡丁委員 再來就我們王美惠 我們王委員 請我們發車 委員好 你好 法治 在這裡我受傷要幫你加油一下 因為我覺得說最近說到社會住宅時 我相信你是做得流汗 風險得流汗 所以說在這裡我幫你加油 你做得很好 法治 因為最近有很多官司 他們要做不做 我沒辦法去理解他們到底是怎麼不要做 我身為是一個家義士代表出來 我要讓你請教說 我們家義士的社會住宅 西區的已經找到兩地 也決定兩地要做 在這裡當中 我要問發誓 我們這兩地 當時要招標 因為最近有很多鄉親 閉電話去我們的公殿 我們家義士的社會住宅 沒有被蓋了 我說絕對不可能 法治 用這個時間給你聽聽一下 來 跟委員報告 加上一次我們社區兩地 由中跟部外 都是在8月27號已經公告上網 工程招標 預計在11月會決標 這樣也 因為有的八成 不知道說 我們說的偉意 就是標示這兩地 比較實實 已經在動了 已經在做了 是 是 是 這樣我是 要上誓問清楚 跟他鄉親 才能夠去了解 我們中央 不是在耍嘴皮的 不是在說要做 敢不去進前去選 再來在動區的 也可以說 我也說過 動區的不可以沒有社會住宅 因為動區的 這也是很需要的 是 在這裏面 我相信 我們中央要找 地方的土地 還不好找 是 就是我們要跟 我們要跟地方的政府 合作 地方的政府 如果要找地方 比較 如果他那麼知道 那麼好找 請問發 發 次 在這個動區的這個地方 的時候 到目前為止 你敢找 有啊 來 我們要跟我們報告 我們找幾個 在討論 還沒有辦法確定 其實也跟委員有報告過 也跟黃市長那邊 這樣啦 發 次 我給你 小小的建議 是 有時間 有浪費的時間 來到 嘉義市 找 黃敏惠市長 因為市長 對這 也很關心 很要緊 是 因為 我們沒有分董牌 只是建設 就做得好 所以說是 歡迎你來嘉義市 來市政府 來討論 這個地方 應該會很快 再來改割 感謝委員 感謝委員 堅持教授 好 好 因為我相信 這樣很快改割 是 因為市長也很管理 趕緊政府來處理 了解 請 市長也有聯絡 對啦 跟我說 我們要成立 度做得那麼有的 是 不是要耍脆皮的 不可能 我們是真的要做的 所以我們行動也要做 有時間 來到 自己去 好 找市政府 好 找市長 他的趕緊 讓我們提供意見給我們 好 因為我們中央要找 人家 他們的 他們要找得那麼快 好 謝謝 發市 再來我有一個問題 還要讓你請教 聽聽說要 合併的時候 不管有一個管理 如果說到的時候 都會說到自己管理 發市 我身為 我們中央 的委員 在這裡 貪圖事情 是 我們沒有希望是 個案 因為 我們是希望 讓 電影 更進步 更好 發市 在這裡 我要讓你請教一下 那最近 這樣說的時 家裡管理 有可能 合併 來 發市 你來 回答一下 跟我們報告 家裡管理 就是單純 嘉義 縣市 合併 那他 如果沒有 升格為直轄市 以現在的法制 還有法 法 法原依據 不足的問題 不足嗎 所以說 在這裡 我要說 如果發市 提供意見 我們要做什麼 事情 希望 我們的臺灣 又好 不是 對某一個 地方 來討論 我們 希望是 全臺灣 還不然 合併的 國土 可以出來討論 還是 可以 台東 構的地方 可以發展的地方 我也希望 發市 因為 很多 因為我知道 他也希望 要合併 一定沒有 努力 經濟 要好 文化 要好 但是 說實在 有很多 快點的地方 我也 願望 發市 說 我們 所有 全臺灣 想要合併 要怎麼做 像剛才你說的 家裡管理 到目前為止 這個條件 不夠 是不是 還有什麼條件 來的時候 我們要有 相當的 苦慮 跟做法 不要這樣 三四五月就一遍 三四五月就一遍 說實在 這樣很老命 這樣對 全臺灣的佩生 是沒有公平 要去注意 要去了解 是 不可以讓人覺得說 你們就是因為什麼人要做的而已 如果我們放在什麼人 我說 不管什麼人這間 這都會照顧得對 因為我們是要來臺灣 做得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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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有的科學園區 它很努力 它不夠 加義官市 沒有努力的當中 它有它的保障的文化 會存在 所有的法治 我相信 我在說 從剛才說到現在 我們的國土規劃的時候 要上誓去做 要上誓去評估 這樣好不好 好 非常 謝謝委員 非常感謝我們的完美會 我們的委員 所以 完美會委員 所得出的 真的非常好 尤其社會主宅 我們是加義區 大家都是怕忙 所以處長 這也要趕緊 再來 我們說 我們的 湯慧珍 我們湯委員 主席 好 各位 主管先進大家早 好 現在我請 民政司長 好了 好 民政司長 還有我們的 中選會 我們的賴處長 中選會 我們的處長 每年 碰到選舉 民政司 民政司很忙 中選會更忙 那 總是有一些 選完的一些 很多奇奇怪怪的現象會發生 那 曾經在幾個會期也提過 那個落選頭 地補落選頭的問題 那 老師出一點狀況 像 今年 年初的時候 剛好 有一位 因為我想 講的是屏東 是屏東的一個 地補的問題 就是 有人 社會 社誘 判刑 那地補 結果他自己本身 又是社誘 又是會選 社會選 社會 會選 那 那這個問題啊 這個形象不好 那報紙 也登得很大 就是說 地補資格 引起爭議 那中選會 研議後 然然決定 要由這個 社會選的人地補 社會觀感不佳 這個案子 對不對 所以 大家 傷透腦筋了 那 因為在 選罷法 若選頭地補這個問題 那 我們 立法一直 最主要是鼓勵 這個 檢舉 會選 對不對 鼓勵 捲走 會選 我想請那個 我們 賴處長 答覆一下 那最主要 要 檢舉 會選 然後 也是要公平選舉 那 當然也有一個 選舉經濟 我們幾個 原則來考量 那 結果我們 這個 選舉 這個 每次到 一有人被 判當選 無效的時候 那當然 當選 無效 馬上就會 逮捕 這個時候 逮捕就出現了 下一個又 又是會選的 那這個時候 我們要不要考量一下 下次我們對於這個 地補的資格 是不是要 要做一個 比較嚴格的規定 只要涉及 雖然它是 預備 預備犯 他們說 預備犯好像 還沒有實際 這個 送會 但是 因為被檢舉了 是這樣子嗎 按照現在的這個制度 就是說 你這個 以當 投票 當一個 十點 你投票前 有消極資格的話 都可以按照選 辦法 去來處理 就是說可以 跟你撤銷你的資格 或者是 去提 當選 無效 但是你投票後 他當選了 那就是地方制度法 等等去跟他這個 解職的問題 那現在 當選 無效的意思是說 你在當選的那個時候 你的資格都查過了嘛 你的資格查過 人無效 所以是那一剎那的 這個 當選 無效了 那所以你地補的時候 也是說 那一剎那 你的資格 是乾淨的 至於你的之後的這個 不乾淨了 那就應該是要地制法 去做一個處理 哦 地制法了 對對 好 所以現在是 因為不可能 你這地補 我就馬上去查 因為你的十點是在哪裡 十點不確定 好 包委員 這樣子 好 這問題 他確實是一個 一個 社會觀感非常不好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 目前現在 內政部已經 提出這個選罷法的修正案 那這個修正案 將來就會規定 你如果 有 有會選 你將來是不能地補的 好 就是說不會讓 地補的人也是會選的 是 好 那這個基本上已經 納在這一次的 這個選罷法的修正案 那在這一個 呃 這個 9月的 9月1號的時候已經 在行政院基本上已經討論通過 大概 過一段時間就會送到立法院裡面來 好 以後如果刪讀通過 將來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以上 OK 另外就是在 呃 金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 這個前面都沒問題 就是後面這一句話 因為前提就是 有一百二十條 一項三款的情勢 都是會選的情形 但是 後面是當選人有此度公權 尚未覆權 這是刑法 因為刑事判決 才會有此度公權 尚未覆權的問題 常常 呃 這個判決的時候 這個 可能民事判決會比較快 刑事判決 有此度公權 上 這一定是前提是要 會選 但是最近常常有 不是 是其他的案子 在其他的任內 呃 比如說他以前當過首長 當過鄉長 他有貪污 他被判決 此度公權 還沒有覆權 這種情形 他也在做地補 所以這個是很 很奇怪的現象 呃 如果說 在 非 呃 會選的案子 我們也在試用這一條款 那 常常會讓人 尤其讀法律的人 會 會搞不清楚 為什麼我們在這裡 可以混淆 那 我們用解釋函 就 決定 這個不是會選的 也可以 試用這個地補的規定 所以我想 我們 認為哦 呃 我們 中選會 這邊哦 要全盤考量了 對這個法條啊 前後呼應 這個沒有順暢 這個會 會有一些的 呃 衝突的情形 不同法 也互相有衝突 比如說我們地製法 我們地製法 當然有 辭職 去職 或死亡的情形 缺額達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要補選 一般來講 我們認為 如果他貪污案案件 應該是 呃 被 去職的時候 他應該是 要補選 要補選 但是我們現在 變成 選舉經濟 通通 給他地補 我想這一部分 不曉得中選會這邊 是不是有全盤考量 已經要做修法了 這一部分委員 之前已經提過了 對 有沒有進行 這個法條已經 這個內政部已經送給行政 已經送 包委員 對 您講的這個情況我們了解 那這個問題也確實就是 他因為犯罪此奪公權 然後他就出缺了 出缺了 這個後面的人就地補了 那現在我們已經把 這個地補的條件限縮 也就是說 他的犯罪必須要是會選 因為會選 而導致他此奪公權 出缺 這個時候才會地補 如果是因為其他的犯罪 基本上就沒有地補的問題 以上 我想 我們速度快一點 因為馬上碰到下一次選舉 也快到了 好 以上 會盡快 我們會盡快 好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同位政委員 再來 請我們林思敏委員 好 謝謝主席 主席 好 我們請那個中選會的賴處長 中選會賴處長 好 中選會賴處長 好 處長早 副長 副長 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我們新竹縣 目前是有13個選區 其中第10選區就是 北埔鄉跟鵝梅鄉 那應選民兒 那應選民兒 就這兩個鄉應選民兒就是一名 那所以在 今年4月20號的時候 新竹縣政府有召開公聽會 希望說這個每一個鄉政都有自己的議員 那在今年5月也召開公聽會 那就是希望北埔鄉能夠 跟二媒鄉能夠分為單一選區 各選出自己的議員 讓每一鄉都有這個議員來代表他們來發聲 那但是我們看到 朱選會好像在9月份 前上個禮拜有做出決定 那這個決定是怎麼樣 因為委員還有若干的意見 所以是說再去開一次公聽會 要再召開一次公聽會 那詳細的 要希望再召開一次公聽會的原因跟理由 不知道處長知道嗎 這個案子是選務處那邊的辦理 所以基你的了解就是要再召開一次公聽會 等於他們在4月20號的召開那一次公聽會 我們中選會還是認為有不足的地方 是 所以希望再召開一次公聽會 是 那最慢什麼時候要召開 因為他要這個一年前公佈嘛 所以應該下一次委員會之前還來得及 來得及 是 我想這部分是北捕而眉他們的鄉民的一個新生 所以這部分我想我還是希望說我們 等於說這個要照顧每一位鄉親 就是每一個鄉鄉要等職 所以我希望中選會這邊能夠樂觀其成 讓新竹縣政府還有 峨眉鄉還有我們北捕鄉 這些鄉親的新生 讓他們的新生我們中央能夠聽到 所以這部分我們希望中選會能夠盡速 這個騎乘能夠盡速來加審議 否則恐怕真的會來不及 好那謝謝那個處長 好接下來請那個花次 請花車 喂好 好市長 市長您有車嗎 有 你自己開車嗎 我自己開車 請問你現在是開 電動車燃油車還是油電混合 油電混合 油電混合車 OK那很好 那我想請問你 那你覺得電動車 是未來發展的趨勢嗎 應該 這絕對是的 絕對是的 我想請說那個 自然看一下數據 我們下一張 跳下一張 從這張表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 這是經濟部它統計處的 統計的資料 就是我們 台灣在2020年電動車的新增掛牌數 已經攀升到48,047輛 年增率高達59.6% 讓我們整體汽車新增跨牌數超過一成 所以電動車的成長速度可以說是非常的快 是 那未來我相信只會真不會減 因為電動車現在是我們國際 就全世界都在推動的 尤其德國希望說未來 根本就沒有什麼燃油車了 就要發展電動車 所以淨零排碳呢 是我們非常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產業 那我們台灣也要加速的去趕上 所以我請教市長 你剛才提到說 你是開的是油電混合車嗎 如果你現在要去買電動車 那您會考慮幾項因素 我想當然在充電 充電當然是很關鍵的一個因素 對 充電 我想這個是共識 主流名義 大家覺得現在就是說 要去充電很不方便 那我們依據內政部在 2019年7月1號公告修正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 第62條裡面 第四款有 停車空間應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預留電動車輛充電相關設備 集裝置之裝設空間 並便利行動不便者使用 那個想請問一下市長 這條是 這條大概現在是2019才增設的 它是不溯及既往 它沒有辦法 因為它建築技術規則本來就是 什麼時候訂 就之後才是 往後去生效的 所以現在就產生一個問題 假設現在我們的建商 它現在在停車空間 它沒有依這條規定去裝設這些 育工電動車充電的相關設備 它不這樣做 請問我們怎麼樣處罰它 有沒有法則 如果是新申請的建造 它沒有這樣規範 它建造是不會過的 對 所以沒有什麼處罰 是建造沒有辦法通過 它就沒有辦法買房子 就不會讓它過 不會讓它過 喔好 所以不會 當然這個是沒有法則了 沒有 我的疑問就是說 假設 當然我們在審照的時候 對 是希望它要做 它就一定要做 它沒有做 它就一定要做 它使用執照才拿得到 對 對 對 OK 但是這是對於我們的新建案 新的 但是對於這些 既有的建案 那這部分我們有沒有擬定什麼 這個 辦法呢 來讓這個充電設備能夠更普及 包委員喔 其實既有的建築物底下 我們當然 怎麼樣來裝設 充電設備 因為現在第一個 充電設備的規格 好幾種 是 那它的用電 怎麼樣跟公用用電 或者是它這個 接動建築物 它向台電申請的那個 用電的量能 是 彼此之間怎麼怎麼調和 其實我們在跟台電 跟經濟部 都有在溝通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公益大廈管理條例的修法 讓有需要設置的 能夠比較簡便 但是也要在安全可行的範圍下 讓這件事情 趕快的落實到每一個 老既有的社區裡面 好 謝謝 我想這個 市長 最重要就是說 當然我們現在 剛才提到 就算說這個 2019年新訂的這個條文 必須要有充電的相關設備 是 但現在最主要一個 就是充電裝的問題 是 這充電裝要去設置 好像我們現在 沒有一個 很明確的一個政策辦法 是不是 我們現在是沒有很明確的規範 因為它麻煩的是 它有 第一個是 我剛剛提到規格 不同的車廠出來的車子 它需要充電的那個規格 不大一樣 是 所以你現在這樣 你現在提到說 未來你就是要從 公益大廈管理條例裡面 去修這個法 是 因為依照現在的 公益大廈管理條例 對於這個 設計這些 這個 設計這些管線 或充電裝 要必須經過管委會 一定要經過管委會 七分所有全人的 大會的同意 那現在就產生困難了 那這些人真的 買那個電動車的這些車主啊 要在地下室 來設置的時候 就常常就沒有辦法獲得管理人的同意 或者區權人的同意 所以公益大廈管理條例 勢必要就這一部分來做一個修正 沒錯 是 那我們現在修法的 而且充電樁很重要 我剛才提到 充電樁一定要准他們設 對 那現在我們修法的時程大概怎麼樣 其實我們內部已經討論的差不多啦 那如果說 我們希望跟經濟部再做一些確認 因為如果未來這些充電樁的規格 也能夠慢慢的有一些標準 大家會越來越更好做事情 是 那不然其實我們的條文 本質上在內政部而言已經準備好了 是 討論確定我們部務揮報就可以來通過 就可以來報行政院來審議 是 我想這個 內政部在2021年6月9號 有凶政公布住宅法第41條 那也將電動車輛充電相關設備推動 增定為直轄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應該主動辦理的事項 所以我建議 市長我建議 在法治未完備之前 那內政部是否可以 研拟在公益大廈停車場 裝設充電設備相關規範 並納入內政部訂定的 公益大廈規約規範的範本中 可不可以在這個就是公益大廈規約範本裡面 先來訂定一個指引 那透過地方政府 來加強兌現有公益大廈的輔導 來建立這個管理機制 讓我們這個充電設備 能夠確實達到政策的目標 這不會我們願意看看 我們願意看看 因為其實如果直接從母法上來就處理 因為你的辦法到時候送立法院 我覺得這個可能還要一段時程 好 這個現在委員提醒 這個不然我們回去馬上檢討 好 謝謝市長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我們林思敏委員 現在請我們管碧琳 管媽 好 謝謝主席 我們請花次 好 請我們花次長 這個沒辦法 各位好 好 那次長好 你這個角度 那個角度不對 來 呃 次長這樣好 今天大家很多會有關心社會住宅 好 那最近跟呃 柯市長好像有一些舉語 好 呃 呃 柯市長說 我說債留子孫我覺得她說重話了 我們不可以在社會住宅這個議題上 去用債留子孫的記帳方式 把國家的舉债 記帳到這個課題上面來 要完全由她來承擔 好 所以難免您比較心急 所以第一時間就表示遺憾 好 那當然後來就有一些 呃 彼此之間的你來我往 好 不過 呃 柯市長既然說 呃 要等你蓋完第一戶公宅再來跟我講話 呃 在此之前你沒有資格跟我講話 OK 好 那 你接受她的這個嗆聲嗎 哈哈 我當然不接受 因為其實地方上面的興建 絕大多數也是中央的支持 我有每一個案子都有中央的協助 大概佔多少百分比 每個縣市的狀況不一樣 我們當然台北市因為她的整體 他的財務狀況比較好 不是她自己的本身財務狀況 是她的社宅的致場率比較高 所以說我們補助的大概就是 一點點的利息補貼跟手跟業務費用 但是長期累積下來也已經到45億了 不過也因為這樣 也因為她的致場率高 中央補助所佔的比例較小 我們就虛心接受她的這個嗆聲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畢竟真的需要趕進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住都中心所掌握的 我們社會住宅相關的興辦的進度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圖表 這個圖表看起來 我們有一個條狀圖 怎麼樣沒有在裡面是不是 這個條狀圖看起來就是說 確實一直都在進步 新完工的案件數跟新建中 這個當然是中央跟地方整體加進來的計算 所以我們在看就是說 地方的新建也加進來的時候 我們第一期大家 你認為是達標了 那第二期預期也可以達標 基本上你是比較樂觀的對不對 我們努力的讓它實現 努力讓它實現不行啊 這個八萬戶 2024要達標對不對 是 很大的挑戰 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我覺得值得 做計算 不是以完工 以招標完成或動工 招標完成或者是動工 是 好 但是這個時間的掌握 我認為你們主管的長官 要有正確的工具 去掌握整個進度的進行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說 你們所使用的時間的掌握 基本上就是有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就是 住度中心執行社會住宅的狀況 好 你們有一個表單 那在這個表單上 把全國所有的案子 全部都集中在這個表單上面 然後把它的招標日期 決標日期 開工日期 好 以及它未來的新建的完工日期 都做了一個盤整 好 那 以住度中心所興建的社宅 你們所預計的工期來看 大概是這樣 每一個案 我們舉這些例子來看 每一個案 大概都要兩年到三年才會完工 大概三到四年 或者甚至三到四年 好 都是這樣 那這個時間 平均需要三到四年 我這裡也寫了 好 那這個時間 跟以台北市 桃園市等等其他自辦的縣市 包括台中市 他們自辦的 有一些已經完工的比較起來 這個工期是正常的 正常 好不好 這個工期是正常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 那你來看看這個案例 這是在你們表單上面 我就挑出一個 最早會完工的 是 住度中心興辦 最早完工的那一棟 是 前寮 是 2023年6月30號 是 你們預期完工日期是 這時候喔 這已經快要到2024年5月了喔 對不對 好 那你們怎麼看時間呢 既然他的開工日期跟完工日期 一計算160戶 你們只預計了457天 這個案子是因為是蓋五層樓的 對 所以說他的時間當然會短 160戶 蓋五層樓 160戶 蓋五層樓 是不是 但是有很多 有很多是類似的案子喔 戶數是相當的案子喔 對 因為蓋大樓當然要比較久 五層樓的就 台中的這勞工住宅社區來看呢 好 我要告訴你的是說 你好好確實的掌握 這個我們每一個案子都會去check 本期認為 如果是五層樓 你就認為說 160戶五層樓可以457天 我認為還是相當捉襟見走 所以你如果按照這個表單 下去掌握日期很重要的是 你要看開工日期 是 我認為你們要從這裡來掌握 為什麼 因為這一棟 你們從絕標到開工 竟然給他將近一年的時間去準備 那你如果說是一個五層樓 很簡單 蓋一年多就可以 457天就可以 為什麼準備期要一年 要317天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 住都中心的這個尺度 我們掌握 所有的社會住宅 新建的這個重要的計畫書裡面 就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我們從絕標到開工的日期 相當不合理 我總共做了這些統計 從絕標到開工 台北市 花費是一百四十幾天 新北也很高 330天 好 桃園台中 台南市最最不合理 從絕標到洞工 竟然是515天 而住都中心所依據的呢 也相當的不合理 高達一年多的準備時間 為什麼 這我們當然也可以檢討 當然一方面 因為我們做的是同胞 所以說它這裡面包含了細色 包含了建造的申請等等 所以它會花比較久 那當然同仁在這個部分的規劃 也比較保守 所以說 實務上應該會比較短 現在是同仁的掌握 我們在整個處理這個個案 處理這個課題的過程當中 放在同仁腦海中的印象 沒有這個403天 這麼久的準備期 沒有 甚至於很快耶 所以我們絕標以後 很快就可以動工啊 他們沒有想到說 原來在我們的計畫書裡面是這個時間 所以回去 了解 通盤檢討好不好 是 因為這個畢竟不是在契約裡面所書寫 也不是在招標須知裡面所承諾 我們沒有在契約 我們也沒有在招標須知承諾說 你可以用一年多的時間來準備 這個我回去馬上檢討 那會不會是發包的機構 他為了說我發包的順利 然後因應現在的缺工缺料 就做了這樣的一個預計 那要很小心 如果這個計畫書是這樣的不合理 那麼根據這個計畫書 長官對外的承諾 將來都可能是跳票 所以從這個等待期準備期 下去掌握整個的進度 本席希望我們的進度能夠更快 好不好 像這一棟才一年多就可以蓋好的 結果給他一年準備期 才五成樓 就非常不合理的一個計畫書 所以這個計畫書是不合理的喔 但是我們現在都用這個計畫書 再跟人民溝通喔 再給人民承諾喔 好不好 謝謝委員提醒我 一定繼續處理 謝謝管理委 在這裡 我是剛才管理委所說的 我覺得說 太細膩跳出來你們的問題 我們怎麼上次去做得好 別讓人感到差很多 以上 來我們這裡吳趙薇 好 非常感謝我們的趙薇 現在我請我們內政部 我們華進寢次長 趙薇好 好 社長好 社長 針對社會住宅 早上很多同仁 大家都也提出疑問 但是本身 還是 拯定說我們的社會住宅 還有土城 險期大家都很關注的一個 司法元期 首先我先拯定說我們的社會住宅 尤其那社會住宅裡面 我們是要幫助我們的基礎正義 所以讓我們很多年輕人 大家有所在好大 但是現在是面臨著高房價 所以在高房價的時代來臨 很多年輕人根本的買房買不起 所以買房買不起的情形下 如果社會住宅速度壓得還可以加快 可以減輕著年輕人 他們的住宅壓力 所以這是可以看到我們內政部推出 大家都是非常辛苦 尤其我們在八年要達成到20萬 包括我們的包租貸管也好 包括我們的興建中也好 這都是我們說一個很大的工廳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段期間 我們所拿出的我們的社會住宅 我本身在這裡的資料 我看這個成效 我覺得我們的內政部 真的是很用心在推動 尤其在我們未來的三年 要大家說 在我們的興建和規劃 要每到我們的13萬元 這個部分是不是 請次長來做說明 有看到每到13萬元 這是很大的所理 跟委員報告 我們20萬元的社會住宅 有12萬元是直接興建 8萬元是包租貸管 我們在古年裡 我們直接興建 是要4萬7808元 包租貸管是1萬3千4百元 合起來 去年底 去年底合計是5萬4千多 直接興建加包租貸管 我們預計到今年年底 可以超過8萬5千 就是說今年這一年 直接興建的部分 大概會從年初的4萬 到年底大概會超過5萬5千 就直接興建會多1萬5千以上 包租貸管會從年初的1萬3千多 到年底會超過3萬 會增加1萬7千多 所以說跟委員報告 其實今年開始整個進度已經衝出來 那明年開始會以再更快的速度 再繼續往前走 所以我想大家都在努力 那一開始大家都在學習 所以說經過了這幾年來的 的醞釀還有準備之後 速度一定會讓大家看得到 所以剛剛其實管委員也在問 其實我們都很我們是樂觀的啦 我們是樂觀的 因為速度越來越快 速度越來越快 好 這點 本身非常堅定 我們內政部所做的規劃 尤其我們制度中心 在未來所響向的目標 尤其本身在這裡有很多 因為在新北市所展的比例非常高 尤其在我的選區裡面 對齁 我們現在有的規劃齁 已經有四個嘛 四個齁 即將要規劃的我們的社會主宅 已經 也都已經開始要發包了吧 各位委員報告齁 今年第四季齁 我們有第一例在土生的齁 嗯 定福安區有1290戶 那個岸就1290戶 明年齁 我們有四個 也在土城有四個 那四個合起來有一千 一千五百二十五戶啦 所以兩兩 今年和明年 合起來 土城應該有兩千八百一十五戶 的社會主宅會在土城推出來 好 這點本身非常堅定 也感謝 代表很多年輕人買家買不去的 我們內政部 尤其我們的社長感謝 尤其呢 這個社會主宅推動速度一定要快 因為土城現在已經面臨高房價 那些人買不去 這是我們都土城 是新北市的包含全國 所以社會主宅 它的推動速度絕對要快 再來就是說我們的司法員區 由今呢 這個司法員區是過去 可以說按一百五年 等於立委以來的 包含過去 我們的法務部長蔡清翔也好 都曾經到現場來勘察 也才成立這個推動小組 但是現在已經有瞑目了 現在也是我們內政部 主導來去段徵收 在這個部分 我請我們的處長 因為時間的關係 看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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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個說明 我很感謝委員 對設宅和土城司法員區的激期 那委員也經常 垂循我們的進度 現在土城司法員區的這個案子 今年八月 我們已經把都市計畫 跟去段徵收的公務薪必要薪都審完了 那所以說接下來會敢辦 到一百一十二年十月 我們會先針對北土城交流道的土地 趕快交給交通部 就開始興建北土城交流道 然後對於整個基地的開發 一百一十四年 希望讓司法員區可以開始進行全面的開發 所以說這個進度 我們以前是新北市政府走 要是內政部把它接手過來 全面的推動 所以在委員的督促下 我覺得一切一切都在我們 現在規劃的進度中 在逐步的落實 那特別是土城在地的民眾最關心的 現在土城看守所的現地 其實我們已經在都市計畫裡面 把它納入 跟土城司法員區 一起在裡面已經做了決定了 所以未來 土城看守所那塊基地 應該會有一半是開放的公共設施 所以說拜託 我們在隊不會去那個看守所 你看那些不好的環境 繼續應用下去 我們接下來 這個土城司法員區開發完之後 我們立刻啟動 土城 因為它搬出來了嘛 所以我們立刻啟動 土城看守所限制的 整體的改造計畫 好 非常感謝 感謝 而且我們的處長 尤其是土城看守所這個 府地非常大 是 所以說在土城我過去 我每一面飛機 都是在要求說 看守所要如何來搬遷 四萬元區要如何來推動 尤其四萬元區 又建設到我們的北土城交流道 北土城交流道 當初院長跟交通部長 在一百一十年就要完工 所以你剛才所說的一百一十二年的提供土地交通部 所以我就期待說一百一十年 如過如期完工 非常感謝 謝謝 感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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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我們張偉 發志 張偉所說的公司 你樂觀 不過他很擔心 他有土城的問題 所以要邀請他 以上 我們現在如明者立委 好 謝謝主席 邀請一下我們內政部花次長 還有明政司理事長 法務部郭參士跟我們中選會的賴處長 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就麻煩各位一次上來 這個先請問一下 今天其實我們這個 張偉特別安排的是修法 其實修的法就三條很清楚 不是三十條 那這個先我們這個郭參士司法 對 法務部郭參士 所以我們今天修法的是這個公司委員選罷法一五條 總統副總統 這個選舉罷免法的一百條 跟國際法的第十條 對還是不對 對齁 那其實主要修法的方向 有沒有包括強化防渡黑金 有還是沒有 這三條 有還是沒有啊 今天修法有還是沒有 有你要講出哪一條喔 有還是沒有 沒有 沒有 今天修法方向有沒有 目前是沒有 有沒有 要扯到這個選罷法的這個廣告資訊要公開要透明 是哪一條 沒有嘛 沒有 第四條什麼建權 宣傳活動規則 還有改進選舉作為程序 有還是沒有 沒有 欸 市長 到底我們今天修法方向有沒有含這五個方向 報告委員喔 今天是針對委員提出來的版本的討論啊 那當然我們部裡面提出了兩項選拔法的修正條文裡面 現在當然 這裡面當然就會有做出 沒有啦 今天 不是這樣齁 每一次開會都有標的嘛 是 對不對 今天討論的主題就有沒有這些項目有沒有 今天沒有 沒有好 那中選會的賴處長 欸你們中選會在做什麼東西啊 你們每天腦袋除了想政治還做什麼 你們是一個中立獨立的機關 我們都不敢要求了 就拜託你不要睡著這樣可不可以 今天修了三個法條 就簡單就配合這個去法院化 把就修掉法院兩個字嘛 對不對 檢查機關就歸檢查機關就這樣而已 只有職務名稱的改變嘛 國際法就是盟障委員會不見了嘛 就直接順便把這個機關修掉 都是名詞的修啊 有動詞嗎 有 有什麼作為去境外勢力嗎 有什麼是防化黑金嗎 你們是睡覺然後去剪貼 然後給所有的委員 你這樣非常不尊重我們招委 你連我們修哪個法條都不看 真的很離譜 這就是你的說明 現在在每位委員的桌子上 我覺得很不應該這樣 今天所有修的法條 在你講今天是為了這五個目的 沒有一個是 所以中選會你螺絲啊 不是松了是沒有上 真的很離譜 請你回座 我覺得這沒什麼好解釋的 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兩位喔 包括次長 都沒有這些想法 今天我們在討論這個 你在討論其他的做什麼呢 請回位 不是我是說我們最後的這個 这个草案的版本 已经也做这样修正 你的前言后语 你讲的这五个目的 最后一段写 所以今天配合这三条 叫做鬼扯 好 剩下那个花刺跟那个明镇师 请大家请入座 希望一下尊重我们招委了 不要那个你们提了一个报告 完全不是我们要问的东西 那我要请问一下 我想市长啊 恭喜你 也刚上任 巴埃罗上任 市长也在这里 就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 地方这个很多 这个殡葬的一个乱象 真的我们很不愿意去见到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说 生老病死 是人生必经的一条路 你我在座各位 可能都会碰到 所以 但是最糟糕是什么 人的一生要拼光荣 但是往生的时候 拼一个尊荣 只不过说 人生的时候可以自己拼 但是往生了 不好意思 真的是要靠别人 躺在那边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说话 现在你看发生这么多的一个事情 包括了我们中立 前一阵子的 烧错遗体 拜错祖先 我讲真的 这个东西怎么样给往生者尊荣 最重要是给家属安心 你知道吗 他整个礼仪式 整个都拜好 让他可以求得安心 所以遇到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发现软体硬体 我希望 这个 花式在这里 明镇师 当然市长 李师长 你刚上任了 这个部分 我是希望你能够加强一下 怎么样 通过机制 我看到有很多努力 包括电子晚联 包括 有在 有在做 包括李医师的证照 我看到有在做 但是我发觉 还是有很多的乱象 包括有一些 这个殡葬礼服务业 他只能做软体的 跟这个设施进行业 事实上很少 141 才141家 不过因为现在混搭的很多 混搭的很多 我坦白讲 我也没有让你去取缔 因为你的合法的设施 就真的不够 不够用 我只是说 你要怎么去辅导 即使是说 他有一些违规事项 你相关的一些规则 他不能不知道 所以我要拜托一下 这个 市长 这个是国发会的一个 最新的报告 我们真的不可避免 所以你们前瞻预算 用到很多的地方 难道 送我们所有拼一辈子的 往生者的尊荣 我觉得真的是要投资 现在已经进入 这个 等于说高龄社会 2018 我们有343位 65岁以上的 到4年之后 2025年 有470万 我们已经跟日本一样 在4年之后 超高龄社会 那这样 阿智 这是不是 针对于这个的部分 软硬体要怎么样投资 你们有什么想法 包委员 当然在高龄化的社会底下 当然我们确实 要开始积极的 把这些殡葬设施 把它加速 那我们在 今年1月 也已经提出了 一个殡葬设施量能提升计划 是4年计划 也报行政院 那争取相关的费用 好 这个是我们面对 非常重要而且急迫 不是在研究 真的不是在研究 你我都会经历过嘛 了解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就 接下来我们讲地方的问题 在中立 这个桃园 中立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花了将近4亿 好不容易 来找到一块地 而且 因为你要设在别的地方 民众都不支持 他就直接在 现在的殡葬园区 而且把墓地 整个整理好了 已经地都弄好了 然后在两年前 108年1月份 地方说明会 哇 所有的林理长 大家都非常非常期待 因为真的是需求 就讲完之后 讲完之后到现在 到现在 因为本来要19亿 后面 再调整 整个调整 就是原来的需求 减少了 本来林堂 假设要45间 剩下15间 减少了三分之二 再审再审 到现在还是 还是没有钱 所以我最后讲 不耽误时间 有拜托花次跟司长 说真的 软硬体要建设 这真的必经的道路 现在虽然很多 是违规的业者 可是没有他 又处理不了 这么多的需求 要怎么样能够根本解决 就是我们现代化的硬体设施 要跟上 加上明镇师 你对于礼仪的 一个整个流程 SOP 大家要训练 同意的标准 所以我是希望说 刚刚那个补助 针对于中立案 我想市长你回去 特别看一下 因为你刚上任 特别看一下 了解一下 不要让他 在卡关 帮忙桃圆市政府 帮忙总理 感谢 谢谢委员 这个案子 我们在 我刚刚提到的 那个抱怨计划 一旦核定下来 我们会尽力的 来支持 谢谢委员 谢谢我们李明泽 李明泽委员 刚才我提出的 到时候 我再拜托 我们相关单位 全盘讨论 赶快送来 我们内政部来 我们内委会讨论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林静县委员 林静县委员不在 那我们就林文瑞 那林文瑞委员 我们执行完毕 休息五分钟 好谢谢 喂 谢谢 谢谢 我们早伟 我们请华处长 请发处长 厉害你好 厉害 处长早 我们今天 我们历称委员会 我们的内容就是 分辨深測公共领委员 选保法的 185条条文修正草案 跟总统副总统 选举 不免法 第100条条文修正草案 以及国际法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 这两项是针对 规划应法 所做的这个 修正 就是把罪国法院检察署 修正为罪国检察署 第三项是 将门上委员会的文字删除 因为他一定是100%年 已经废计 来做一个修正 本市的台独 就像我们所委员 跟所国立社的部会专 提报告 来的社会 我也表辞赞同 和支持 毕竟 本来就要把这些 不必要的意欄 要散途掉 所以我对这些 没什么 没什么看法 今天因为我们发出 这个 特别来出现 所以 我另外其他的事情 要请教我们内政部 整个问题 就是说 针对 顶目白 我们行政医 针对 这个大法官司制763号 改正 土地法庭219条纸 他的修正草案 我们议会顶目白是同贵 听我说 我还是尽致要丧丢我们的心意 他既逃到我来規定 我们逃到所欲款人 逃到被 丁收后 会做 这个 一年来 一年来 一年后 他当然会得到 这个政府的丁收保障 那如果是保障 发挥 发放完毕一年后 如果没有依照丁收计位 开始使用 或是没有尊丁 协讯的 这个 原定的 行办事业 使用的位 我们 土地所欲款人 可以 向 地政机关 申请 按照 进行的 这个 丁收 收费 他自己的土地 那 我们这个 七六三法 解释人的土地 并没有 規定 主观 就是说 他的这个 定须的土地 有应定期 統帝 原 土地 收费 收费 人 土地 厚实的 使用的 情形 让 土地 收费 人 无法 及时 得到 成分的 质信 他 刑署 他的收费 所以 不符合憲法 要求的 政党 法律庭署 引出 委员 這就是 你們 修改 这个 二百十九条 集围的 用意 我看 我們 四字 七六三号 解释 他 台湾 要求 科医 通知 有意義 要求我們 原土地 所有的 可以 集围 知道他土地 收费 相關的 支線 打斷 他自己 是不是要行使 收费 來 保障自己 應有的 管理 但是 台法官 尤其是 通知 這就是 公告 這個 後庚 這是 不一樣的概念 我是要直接請教法處長 你有什麼看法 你有什麼看法 跟委員報告 其實當然 共政策 土地 這些 权利人 他們的 資訊 資資的權利 跟權利的保障 這是我們最重視的 所以說 四字七六三號 現在 要求 我們當然要修法 其實在 我們這邊 土地法219條之一 修法進行 我們在裡面已經有 訂了一個內規 就是 執法 我們現在已經 其實已經開始 執行通知了 不是說 修法之後我們再開始通知 我們其實已經開始通知 幾年了 所以說 集 通知 集公告 或通知或公告 集會更好 對於民眾的權益的保障 會更完整 所以我們用 集的方式來處理 對於我們這個行政量 的性格 不會 因為 很少的案件沒有那麼多 所以 這都做得很好 因為我看 其實 我們這個 資訊透明化 因為 我們 內進博本身 也都有這個 資訊 都很公開 所以說 所以說 這個通知 這個 這個 公告 我覺得 有這個 必要性 因為現在所有 你這網站 我們所有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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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的這個 內容 我們都 不管你一年五年十年 我們都在網站上 都查得對 是 所以說 你如果 你如果 在這個 大法官的這個 解釋裡面 可以 可以通知 這個 會符合 大法官的這個 速箭 所做的這個 要求 教委員報告 其實 從來 這個土地 我們已經照 精修的目的 已經開發 開始修容 就 沒問題了 所以就不用通知了 因為他確定已經完成法定的義務了 所以要通知就是說 你同精修 還沒修容 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 當然還有一個法律的 那個 除此時間 就是 十年的是十五年 我們在這個時間以來 我們都要通知 現在 就是說 我們一年一月要修容 現在 自治763更嚴重 所以我們就 土地法219條就是 接續 自治763的原則 好 你說你不要黑白精修 你沒需要的 或是禪師沒用的 你不要一樣精修 是 其實是要做這件事 好 就是說因為 我們 當時我們 要土地修那種 立法目的 是為了要修 不是為了 要讓我們 土地完 的所有款 人 得到這個利益 所以說 在我們這個 這個土地 電修條例裡面 我們只有說 我聽你電修的時候 有加薦 給你自己電修 但是如果 如果說 電修之後 它沒有使用 我們 所以說 他們要修復 是 除了土地的時候 但這有一個價差 這個價差 我看我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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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內進部這邊 我們的土地 電修條例是不是 都要修正說 這個價差的部門 是不是 我們都要 要調整一下 要有一個彈性 其實價差 你說 十年前你把我精修 拿一百萬 把我精修 你都沒有用 十年了 現在變五百萬 是 地主是一百萬 向政府土地就要向我 不是用五百萬買回來 齁 所以 價差是地主的 不是政府的 是啊 但是 我們這個土地 不是要 因為這樣 電修土地來 給民眾 這個 獲利的 當然啊 這個彈性 你一百萬買回來 這 正 正義說 原地主 就中這四百萬的 二億 本來土地 本來就是他的 所以 他沒有賣到現在 也是他的 所以說這個 好利 不用再跟他說 這個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價差的問題 沒有 沒有 因為最初的 就是說 我們 要求的是 政黨的法律程序 是 也是為了保障人民的財產款 還有 但是 在這個基本款 行政量的 過程當中 是不是說 我們 主管機關 就是我們內政部 是 應該還要 找到 比較好的這個 平衡電 這是說 我們 在這裡我對我們 內政部 有一個委員的要求 了解 了解 所以說地方的量能沒有 跟我們協助 現在看起來 量無很多 應該是還好 好 謝謝 謝謝我們 李文睿 我們委員 的執行 那現在休息五分鐘 是 我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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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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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公車、鐵路或捷運 我們在住這個部分 其實民眾還是需要政府的協助 但是長期以來 我們除了可能有一些租金補貼之外 政府缺乏直接幫助民眾的資源 所以說有社會住宅在政府手上 我可以直接幫助民眾 他就有點開始說 我開始蓋馬路 我開始有公車 所以民眾在住這個事情底下 就類似一開始的量少 可能是公車的班次比較少 當你量越來越多 就表示這個公車的服務系統 越來越完整 班次越來越多 你現在不是你說高坦白的嗎 我講的是住宅 我講的用住宅來 用那個來比喻社會住宅 在住宅住這件事情 一個城市對於民眾協助的一個量能 如果沒有社會住宅 政府是完全沒有協助民眾住這個事情的基本量能 所以他跟打房本質上不是有 並不是直接的關聯 目的也不是為了打房 目的是要政府有能力 直接來幫助對居住有需要的一些民眾 好 我再請教 我們的新建這個社會住宅 新建完成以後是 都是用出租的方式 是 一次是租多少年 你說 我們現在都是三年一起 三年一起 所以只租不售 絕對不賣 所以不會影響市場的價格 它是租賃市場 是 我要跟你講的就是說你們的執行成效 之前你跟柯市長兩個吵架 他認為你的執行成效不佳 還在批評他 當然你有做解釋 我也都看了你的說法 因為你 其實台北市的住宅 你們都有參與 不應該說 地方歸地方 中央歸地中央 都協同合力去完成 這一部分 我也不做評論 這個是趕快做 政策目標定出來了 趕快去完成 我在這裡要跟你講的 就是說新竹縣市 新竹縣市 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太多時間 新竹縣市 請你特別去留意 因為我看你們 這個訂出來的 這個政策目標 幾乎都集中在 六都 所以這個跟財政說之也一樣 你看你們都是 關照這個六都為主 然後其他的縣市 都被放生了 那我要特別提醒你的 就是說新竹縣市的需求 是 新竹縣市 這個社會宅 不管是包租貸管 或是直接興建 都有極高的需求 了解 數量上的需求非常大 這個也反映在他們最近的 這個房地產的熱絡 包括這個房價的上漲 上漲到已經 價格跟超越六都的部分 地區了 所以這個你就顯現它有需求很大 那你也知道科學園區 台積電 護國神山在那邊不斷的投資 招來更多的這個年輕人 進駐到新竹縣市 現在在寶山 台積電的擴廠計畫 在寶山地區 寶山在我們新竹縣 那第一期已經在興建快完成 將來會成為 這個兩奈米的研發中心 它的整體的研發中心 及兩奈米的四量產中心 那另外 它這個 這個兩奈米本身的這個 FAB廠 也正在第二期 興建有四座的這個晶圓廠 所以它還會招募更多人 我的意思就是說 請你給我一個報告 書面的報告 針對新竹縣市 你要等同六都來看待 因為它的需求 它這個新進的 這個年輕人口 絕對超過 最少超過四個六都 前兩個六都我不敢講 但是有四個六都裡面的 有四個都 它的外來人口的成長 年輕人口的成長 這種社會移動性的成長 需要 住宅 不管是租屋或是買屋 的需求 絕對不亞於六都 但是你們 在整體規劃上 都把它放生 變成一般縣市 然後呢補助的額度 計畫的這個量量能 都很小 當然不會啦 我們到新竹縣市 幾十戶 一百戶 都是兩千戶的規模在推的 進行的不順利啊 所以希望你們能夠 是 更積極的來推動 好 所以不要用 六都跟一般縣市的眼光看 台灣 不會不會 我們對新竹縣市 絕對比高 這樣對其他縣市 是很不公平的 了解 所以最近才會有這麼多 合併議題啊 好啊這個鬧了 到時候在內政部 到底在我們內政委員會 還要繼續討論 是 當然我們很希望升格 但是其他縣市呢 要放生嗎 不會 這個也行不通 我們所有縣市都會 都會一起努力 所以從這個地方先做 會 好現在已經有政策 社會宅 社會住宅 是 你把新竹縣市 先把它當作 我們是看需求 不是說我們要來爭 我們跟六都一樣 你要提出數據說 有沒有這個需求嘛 才來爭這個預算 這樣才不會浪費投資 竹東竹北湖口 都有 提出 請你提出一個宿命報告 好沒問題 針對新竹縣市 社會住宅 包括新建 包括包支貸管 你們的計劃 現在執行的狀況 好 那還要做檢討 是 因為它的需求 比你們原來預期的 還要大很多 沒問題 我們會全力的來配合 好提出一個宿命報告 好謝謝委員 也給所有其他委員 好謝謝 謝謝委員 好謝謝我們 林維州我們的招委 那再來就是我們洪孟凱 洪孟凱 洪孟凱不在 來我們吳立華 吳委員 好 主席好 有請次長 好請次長 委員好 次長您好 今年的2月4號 原民會跟內政部 有會閒發布一個 姓名條例第9條的解釋函 提到說 達悟族人 可以依照他的慣習制度 改名 得申請改名 無次數限制 這個我們從過去改名 可以兩次到三次 然後發現呢 在我們的族群當中 有的 因為他的慣習 可能改兩次三次都不夠 因此從善如流 就去做了這樣的一個修正 我覺得非常的好 表示我們是一個進步的國家 謝謝委員 那在去年的10月 我當時有就 長期以來原住民族訴求的 傳統名字單列 羅馬拼音這件事 有來救教部長 那麼我們看一下 當時內政部回覆的書面報告 有提到 為尊重原住民文化的表現 允以朝向原住民傳統姓名 僅以羅馬拼音記載之方向努力 所以呢 在態度上是肯定的 不過呢 我們看一下後面 有特別提到 要去考量 雙語國家政策 而且還提到 要等國人熟悉 英語或羅馬拼音 的使用方式 到時候再來推動 原住民傳統姓名 僅以原住民族語 羅馬拼音的記載 想要特別請教一下次長 就這樣的一個理由說法 我不太曉得說 您認為那個 很關鍵的原因是什麼 到底至愛難行 無法立即推動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 包吻當然最主要是 看到那樣子 羅馬拼音的表達方式的時候 大家說得出來 說不出來 念得出來念不出來 不然的話 就看到一串符號 他不知道 這樣的東西 到底代表了什麼 他必須要能夠認得 我怎麼能去把這一個符號 轉換成是一個語言 或者一個說法 那這時候它才會變成是一個 可辨識的訊息 好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是屬於社會辨識的一個問題 社會識別的一個問題 那再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中文字 有很多的字 也是生僻字 冷字 堅塞的語繪字 那我們常常有時候也是念不出來 所以不太知道說 不曉得為什麼要 原住民 羅馬拼音這件事情 必須還要去 關聯到 等我們國人熟悉英語 羅馬拼音這件事 我想這樣的一個理由 恐怕是 很多的族人 他沒有辦法接受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今年的五月 就有一群族人 看到當時三四月的 鮭魚改名之亂 他們就跑到 內政部 去提起訴願 他們訴願什麼呢 因為他們也跑到 護政機關去改名字 要改 用羅馬拼音來單列 但是遭到拒絕 所以呢 他們就提起 這樣的一個訴願 因為他們認為 這是違反了原基法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憲法徵修條文 他所保障的一些精神 所以呢 他們去做了這樣的抗議 那我們來等 就是我也不太曉得說 內政部 對於這樣的一個訴願 到時候會做什麼樣的回覆 其實大家也是 等著看 但是我也不在 今天特別問 可是呢 我在這個疫情期間呢 做了 處理了幾個陳情 像 有一個 人 他的名字叫做 用中文念叫 打害 伊斯南冠 巴拉菲 但是 用主語念 應該是 打害 伊斯南冠 巴拉菲 他去做 公費疫苗 預約平台的 一個登記 他的名字 打到伊斯南 就打不進去了 系統呢 就是做到這樣 因為設計系統的人 他可能無法想像 哇 在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 有人的名字可以呢 超過 六個字 五個字 好 那 另外 我也處理了一個案子 有一個人呢 他去做這個 數位銀行的開付 上面寫 警線輸入中文 但是 他的身份證是 中文 羅馬拼音並列 好 這兩件事情呢 其實透過 我們跟系統 跟機關單位 溝通 都已經解決了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政府的角色 政府的角色 我們現在要推動 雙語國家 雙語政策 我們也有自己的 國家語言發展法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不見得 我們的系統業者 他有這樣的文化 敏感度 我們的政府 還有很大的一個 努力方向 所以我們很羨慕 你看那個加拿大 他對於他的原住民 是可以允許他在護照 身份證件上 使用他們的傳統姓名 因為他們說 這不是符號的問題 這不是符號的問題 而是認同的必要事項 所以在這邊 我要特別提就是 我們有去針對 姓名條例 第二條 第四條 有去做修法 我還是希望說 我們既然 已經有這樣的一個 政策方向 我們也予以認同 我還是希望 內政部 可以盡速的來提出草案 那讓我們一起 可以來排審 來趕快解決這件事情 市長不曉得 您的意見如何 保安委員 這個方向上 我們絕對認同 我覺得尊重 這樣 絕對它不會只是一個符號 而絕對是認同 這句話我百分之百支持 百分之百支持 那現在只在說 做法和社會衝擊這個部分 我們多溝通 我覺得多溝通 事情會越來越順暢 那我這次是再一次的溝通 我希望能夠下一次看到書面回覆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進展 可以嗎 我們來努力 我想我們來努力 好 市長我還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您 就是也許您已經知道 在台中有一個三叉坑暴落 它最近發生一件事 因為土地沒有移轉 結果遭到法拍之後 那不曉得該怎麼辦 那簡單來講 就是九二一震災之後 它是用暫行條例辦理 那它的方式是以地異地 也就是說政府取得土地安置他們 政府又把他們原來的基地呢 收回公共使用 但是因為當時有幾戶人家 沒有完成所有權的移轉 以至於呢 後來那個土地被拍賣 就造成不曉得該怎麼辦的狀況 我這邊只是想要問說 不曉得內政部的見解如何 這確實會 發生到現在這個狀況 會變成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 因為我們台灣的土地登記 是一個非常強勢的 那它所以說 現階段它比較難從 行政的手法去介入說 你這個拍賣不合法或怎麼樣 比較難 而反而要變成行政疏失 和民事上的賠償 我覺得這裡面可能還有一些空間 所以會建議行政機關怎麼做 我覺得如果說 這裡面有行政疏失 行政的沒有應該把它作為 而導致了人民的財產失後 因為這個疏失而遭受到損害 這本來就是在民事上面 是可以要求行政機關 做一定程度的 不管是從國賠 或者是從民事的賠償 應該都有空間了 好 謝謝市長給予一些建議的方向 那最後就是筛訪法第53條 我也有去修 就是在這段期間 疫情期間又處理兩件永久屋 被法派出去 所以我還是要講掉說 那個53條不曉得內政部處理了沒有 其實我們已經送出來了 那如果說能夠趕快排會 就可以進行 謝謝市長 我們陳...陳交法 陳交法...陳交法...陳交法不在 再來我們鄭天才...鄭天才...鄭天才不在 再來我們張玉美...張玉美...張玉美不在 再來我們賴慧元...賴慧元...賴慧元不在 再來我們陳欧博...陳欧博...陳欧博不在 再來我們李毅玲...李毅玲...李毅玲不在 再來我們農民財...農民財...農民財不在 再來我們李桂民...李桂民...李桂民不在 再來我們楊瓊英...楊瓊英...楊瓊英不在 再來我們李德偉...李德偉...李德偉不在 再來陳明文...陳明文...陳明文不在 再来苏正清 苏正清 苏正清不在 再来邱志伟 邱志伟 邱志伟不在 再来何欣存 何欣存 何欣存不在 再来张靖臣 张靖臣 张靖臣不在 再来护坤奇 护坤奇 护坤奇不在 再来孔文吉 孔文吉 孔文吉不在 再来廖婉如 廖婉如 廖婉如不在 再来高嘉宇 高嘉宇 高嘉宇不在 再来赖瑞隆 赖瑞隆 不好意思 赖瑞隆不在 再来 叶玉兰 叶玉兰 叶玉兰不在 再来蔡玉允 蔡玉允 蔡玉允不在 好 那以下 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 除了不在场之外 其余的已发言完毕 现在行打结束 那本日委员所提的资讯以及 资讯及为达户的部分 疫情一并失眠达户 那报告各位委员 现在进行我们的法案审查 先读我们法案的草案条文 是不是要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 好不好 好谢谢 好 那这样就可以了 等一下上海的时候就请秘书 十分钟以后我们就请秘书 就直接学 好 小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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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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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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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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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